很喜歡出戲 我看的時候的感想 更多是在種族的落題上 因為我自己都是在外國長大 加拿大 美國那邊 我就永遠都要看 如果不是主流社會 是華人的地方 華人是怎樣生活 究竟他們社會的地位 生活的方式是怎樣 所以我第一次去看馬來西亞的華人 其實我看完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慘 作為華人在馬來西亞 好像好一點 就隱形差一點 就好像很不舒服那種感覺 給我的印象中 我未真正去過馬來西亞 但譬如去過新加坡 我覺得相比之下 在新加坡的華人 可以說是在社會上的地位好很多 在馬來西亞好像很慘 那樣 就可能都想聽一下你自己的經驗 還有你開座 回去之後的經歷是怎樣 我之前有一個QA很有趣的觀眾問 他提出一個自己的感受 他真的以為世界很多地方的華僑生活得很不錯 但他看到馬西亞的華僑 發現原來有這麼慘 不是這麼慘 原來有這麼低層的家庭在馬來西亞社會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但對於我馬來西亞來說 我覺得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多元種族的國家 有馬人 印度人 華人 還有很多原住民 所以我們處理很多東西的方式會很複雜 然後我們華人很少覺得自己很慘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們很認命 覺得我現在是這麼慘 再這麼慘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我們努力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 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遇到那些不太好的家庭 他們都是覺得這些東西是添給我這麼慘 我沒有什麼可以完的 要努力改變或者怎樣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印象 所以我覺得這樣可能對於某些家庭來說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樂觀還是怎樣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你要努力就可以改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是南洋 移民南洋 所以很多人是真的抱著那些好努力 來到這裡想開狠土地 建造一個家庭 所以他們的個性是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導致很多馬西亞華人對於自己的狀態 但是對於自己有很多東西 很容易對於這個社會盲目 但是就自己努力 就是這樣 就好像對於國家的荒謬 對於很多政治的荒謬或者其他 我們首先要怎樣改變自己 我們不能為力做其他事情 導演你好 戲很好看 剛剛聽到你說電影裡面 每一個角色其實都在這個大環境之下的一個受下者 我想問為什麼會在主角家庭那幾個人最有代表性呢 就是一個精神病的媽媽 一個失業但又要養全家的男生 為什麼會是最有代表性可以做主角 因為有張愛家 這個整個電影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叫半山巴的地方 在馬來西亞 山巴的意思就是 你知道山巴的意思嗎 山巴的意思就是 要很荒野 要到森林大 還未到森林大 很多樹 很荒野 就是我們山巴的意思 半山巴就是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叫半山巴 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佛杜 佛杜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就是馬來西亞 很怪的 然後呢 它曾經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是很熱鬧的這個地方 它的建築 它的美食 它的地理環境 它是很中心的 但是這二十年來 太多太多其他地方慢慢發展上來 所以就慢慢慢慢 大家很多 幾乎不會有年輕人 或者家庭來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其他的摩 這個地方沒有摩 因為早期那時候發生 有摩很小的摩 大家都已經去其他地方 不會來的地方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很有趣 就是 它就好像一個身體 然後一個地方壞了 或者老了 但是它依然是 吉林坡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地區 因為你看到很多老人在裡面 很多很傳統的美食 很傳統的老人 但是又加了很多外露 所以外露很嚴重 很多外露在裡面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覺得 在這樣的地方 一定有新的生命在裡面誕生 這個新的生命在裡面誕生 是怎樣的呢 這些 在半山巴這個地方 人們住到 他們住的那些flat 樓 我們在flat樓 即是很窮的家 然後他們住的全部 幾乎都 很有問題的 因為他們如果有能力的話 他們就搬走了 因為他們拿著政府的寶座 蒸鐵 然後很多其他的東西 所以他們才繼續住在那裡 所以在半山巴裡面住下來的 我們有一次看警 找到家裡的時候 就找到其中一家人的家 那家裡住著三個老人 就是媽媽、姐姐、妹妹、小孩 然後小孩是不能動的 她只是睡著 那個腦子有點燒壞 然後妹妹是很老 五十幾、六十幾歲一個 然後她就是做洗碗 她的手和腳是因為 被洗碗液弄得很爛 然後她姐姐就是住在另一區 每天坐車過來 拿早餐給她吃 做一個晚餐給她們 然後她坐車走 然後那個阿妹就在洗碗 但是她家裡人家這樣說 幾乎整個flat樓 不是被外路住 就是慢慢被那些老了的人住在裡面 所以 為什麼我這麼一個問題 我覺得那個地區 所以很多人就是這樣 有這麼一個狀況 在一邊 醫院在一邊住 前面 前面 你給我看看 別人很喜歡之後 我用國瑜 你清楚嗎 那個 我想說 就是那個 我覺得結尾收得非常好 非常強 我很喜歡這個結尾 送一個結尾給你 然後我只是一個小小疑惑 就是關於阿強這個角色的 設定 因為我在 我在那個 就是她車禍之後醒來 要找她妹妹 那段 那段就是我看不到 她得知妹妹死掉之後 我看不太到有什麼悲痛 她反而比較多的是憤怒 對 那這個角色 是有剪掉她那種悲傷的戲啊 那還是本人本來的角色就是這樣設定 嗯 好的 我在想再回答正經還是回答不正經 那如果回答不正經的話 就是寫劇本疏忽嘛 所以我們把後面的一場戲往前面撿 然後 好吧 回答正經的話就是 其實我覺得一個少年他 呃 他醒來他問妹妹那裡 妹妹死掉了嗎 但我覺得他 他其實一直沒看到那個屍體 很多時候眼見為憑 但是他沒看到他 覺得他還是有辦法 有能力去找出 他還沒有真實的一個真相 所以他很努力 包括很多憤怒的點 就是他很積極 他一直很想要想辦法 他很急 很急躁整個人 就是因為他呃 很想趕快看到 不管是生的還是死的 我覺得呃 那時候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其實那個角色的狀態 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有時候 一件很大件的被傷 降臨在人的身上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會很厚之厚厚 覺得兩三天過後 才有一個巨大的悲傷的一個反應 可能當下我們都會很想要 嘗試用我們最大的努力 先解決這個難題 或者是先解決這個困難 然後看看是可以不可以解決之後 把這個悲傷消掉 但是其實有時候這個東西是連帶 我們是沒有辦法消掉 但我們沒有辦法去到第二天 第三天還在第一天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努力 很急迫去想要解決方法 這件事情 解決每每屍體這件事情 那個不震驚的回答也是真的 哈哈哈哈 首先我想說這部電影 我覺得拍得很豐富 還有人物的角色是很立體的 謝謝你帶這部電影給我們 我想問你去創作這個劇本 還有去找資料的時候 那個比例是大了多少 或者用了多少時間 還有我想 因為其實我之前去過Penang 也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那時候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 一來可能廣東話很親切 那些人也很喜歡 但是這幾年來 我就覺得很差了很多 我真的不太敢去 因為治安以我所知是比較差了 再以來講 其實我會覺得是很可惜的 這麼好的地方 那接下來你會是 雖然可能拍戲的環境比較差 接下來你其實會想著 會再拍一套什麼題材的戲環 還是怎樣 都不會的 你看我和監製都很平安來 所以是治安還好 我覺得很感謝電影節 帶了這部片給你們看 真的很感謝他們 演員方面 用了差不多一個月幾兩個月 每一個演員來都跟他們聊天 我的習慣就是 演員來聊天 沒有演戲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演員演戲 因為 我覺得 聊天看看他們有什麼 好像裡面那個阿菲 那個臉很爛的 我那時候叫他們 叫他們Casting 我一直不認識他們 我跟他們說我想見這個演員 他就一直拒絕 拒絕了很多次 之後那個Casting 之後那個 尋演員那個經理就跟他說 你來吧 導演真的想看你 你臉爛你也來 他就來 他戴著口罩 他就來 確認我 導演想看 之後他就脫了口罩 我很喜歡 因為很爛 因為很爛 之後呢 他就開始演戲了 我覺得很自然 我們每次看戲 都覺得 那個臉很漂亮 怎樣怎樣怎樣 但這些就是 來自我們很真實的 旁邊的人物 所以我覺得 這個演員很好 我想說你堅持住 他說我獨瘡 你叫我堅持住 怎樣堅持 那時候 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之後 對於拍攝 我覺得那時候 為什麼我想回到馬馬西亞 最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在台灣 無論是工作也好 拍攝也好 我覺得我 好像找不到一個 適合的位置給自己 所謂那個位置 可能是怎樣做 都是一種打工 或者是你可能接近電影 但是我常常是爭 爭了某些東西 當我真正回到馬馬馬西亞 之後我才知道 原來我最想做的東西 就是我想在自己 成長的土地上創作 我們很想看一下 這個成長的土地 可以給到什麼 或者可以在這裡 看到什麼 將它做出來 然後 可能接下去 都是關心 社會問題 因為我覺得 這些 我自己所有的創作來源 都是很類似身邊 真實的東西 我 除非十年後 沒公開 就是看拍攝那些喜劇 或者鬼片 最後一條問題 給你 我想問一下 其實整個劇本創作的過程 是怎樣 剛才都聽到你說 譬如聽到一些演員的故事 又會把它加進去 然後 一路再做Research 然後看到一些新的又會再加進去 所以其實 在找演員之前 整個故事 是有多完整 還是只是想了一個主題 然後就開始Research了一樣東西 然後才去最後 一路拍一路去 再修改故事 還是怎樣 有興趣知道 整個故事 包括劇本 應該都差不多有兩年 找到演員那些 才開始再改劇本 由一開始都已經有劇本 由故事大綱 分場到劇本 可能都改到 五十幾六十幾次的稿 就這樣 找到演員再繼續改到 比較相似他們 其他 有時候可能見到 某些景點 覺得很喜歡 就繼續去改劇本 因為覺得可能 劇本只是給大家方便做事 就是給工作人員 就是很多時候覺得 我們正式拍的時候 那個劇本 都不知道在哪裏 沒有啦 因為寫太久了 所以很多東西都已經記得了 就好像看到他們演戲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那些文 突然之間 由那個文字 變成那個影像 我覺得很感動 那個歌聲 因為寫太久了 其實不知道這裏 有沒有馬來西亞人 其實我是同鄉 我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我 治安都好 因為我本身是 在香港讀書 然後做事 生活了兩年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 可以向別人看回自己的家鄉 然後很巧合 其實我本身是 在本森巴有做事做過三年 所以真的很有親切感 都很多謝 還有很幸運 覺得在這裏 可以看到這部戲 因為其實這部戲 在馬來西亞放映的時候 其實真的得到很大的一些迴響 因為它真的很真實地呈現出一些 社會底層 很多人不喜歡 還有會別過頭去看的東西 還有其實第二 我也想回應 剛才那個觀眾問的問題 就是 這部戲成員出來 那種華人的生活 好像很慘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們 可能可以說 一些 我們政府可能在政策上 真的有些偏差 這樣的處理 但是我覺得 每個社會不同的種族 不論你是什麼種族都好 可能我們覺得 是主流的馬來社群 或者是印度社群 其實他們都有底層 生活得很辛苦的人 所以我覺得 其實擴大 你看每個社會 都有這些 這樣的一種階層 一種生活 非常掙扎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第一 還有 也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 因為在裏面 其實有很多內容 是很刺痛的 就是製水 然後 飛機 你特地放一個飛機 我也有看一些報道 是在說 因為你不想大家忘記這件事 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看到張學家在這裏 車衣的時候 其實都幾速動 我想問導演 其實你為什麼 會想加這個內容 下去 他是帶著非常大的痛苦 和悲傷的時候 他竟然是 用這種 車衣的動作 可能是消解 或者是怎樣 好 多謝 他說 我怕回不了馬來西亞 所以我不敢說 那個馬來西亞 沒有 開玩笑 我覺得 馬來西亞上個時候 叫好 但是不叫左 就是票房 一般般 所以我覺得 在馬來西亞做這樣的影片很難 就是 我們當時和監製 開始做這樣的影片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 前面的路很難 因為在馬來西亞 真的沒有什麼人 會特別拍這樣的影片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想做 就是 我們最想做的其中之一的原因 就是馬來西亞的片類太少了 大家都看那些戲劇 大家拍過那些貴片 大家拍過那些賀水片 我覺得沒有人拍過那些真實的電影 給馬西亞人看